伯格巴 资料照 路透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法国明星中场伯格巴 Paul Popper 重返曼联后 与总教练穆里尼奥 Jose Morinho 屡屡传出不和 伯格巴近日受访时表示 自己与主帅不会有任何互动 并说 教练和球员不一定要是最好的朋友 伯格巴2016年 曾以8970万英镑的转会费 打破世界纪录 不过重回老冬家后表现不如预期 今年赛季多场重要赛事 都已替补身份上场 也传出两人有了嫌隙 对此 伯格巴表示 球员和教练不一定要是非常好的朋友 或许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但他真的不会和教练一起坐下来吃饭 伯格巴认为主帅虽然把他降为替补 不过自己一上场就会用表现来做出回应 伯格巴说 他曾让我担任过队长 这让我获益良多 尤其是领导能力 这对我很重要 因为我逐渐成为了法国队的支柱 本集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